大家早上好 欢迎收看本期的视频 哎怎么会突然放一个一为一的呢 先看一下 看 他选的这样 然后我选的 我选的 我选 所以这个人这个人他不会打呀 你说你后手呢 你后手你怎么可能选一个三血架嘛 这个人太菜了 后手 就他选这样嘛 他先选这样 那他肯定是打后手 他打后手的话 就 就不能选三血架 就是才脆皮的 然后选了一个貂蝉 然后选了一个貂蝉 刀蝉还是比较稳定 但是不好意思 我是欧皇 不是 这主角是欧皇 不是我是欧皇 主角真的有点厉害啊 不是摸桃 就是摸杀 根本吃他马超不消啊 你 嘖 有不赏有什么用 face 嘛 神one 非常 Content comics 可有手 我要痛苦一下 你说 是 紅沙嗎?這個人不是孫笨哦 這個人只是跟孫笨長得有點帥的一個小伙子 叫周瑜 這裏不應該出賞吧 然後就這麼險勝了 就稍微娛樂一下 如果你不課金的話 你是沒辦法玩身份場的 你沒辦法玩身份場嗎 那你只能玩這個口戰的一位一 8號位 這手牌你居然不刷獎 7卡 你有點溜啊 暫停一下 暫停回來 這個我們好像是被3號位置指筆了一下 自己指筆不先看一下嗎 開難嗎 又補量這個人也是夠鬥的 直接給你標個歸屬吧 這個無辜開的是各種曖昧啊 拿個桃子吧 這個家具就針對這個司馬耶 他連半血摸牌的機會都沒有了嗎 他這麼多牌 他等一下是手量的 他不判雙子 這個也是6的飛騎啊 這個也是6的飛騎啊 然後開亂舞了 然後 吃馬覺得我是群雄 然後 吃馬覺得我是群雄 他就給我趕了一個 但是呂夫表示是 這怎麼可能是群雄啊 他只不到身份而已 我不能白白掉進去 呃 這5號位打的就 怎麼說呢 因為4號位 因為4號位 他是有幾人一碼的 他沒去打張刃 然後 他去打了3號位 就以他這個位置來看哦 以他這個位置來看 他應該是個群雄 然後5號位去打了4號位 其他 怎麼說呢 我覺得他應該是飛騎 但是他又很隱晦的表示 呃 我不挑身份 對他很隱晦的表示 我4號應該是群 那 難道 真的是天命難為 硬教我付天下人 修教天下人 然後我覺得這個 我覺得這個 呃 我覺得這個 這個郭嘉怎麼說呢 他就是 你只是想隱晦地表示 你不挑身份 但是我覺得你去殺那個 他是怕那个张震的主将是 全角吗 反正就是说这个局最后是输的 只是放出来只是为 让大家看看就是怎么去判断一个身份 因为夹去他六张牌我不可能是杀他的 是不是 老死马就觉得我是去 就我只是不跳身份而已 我不杀甲曲我是不跳身份 我杀甲曲他再报告 我肯定是 那啥是不是 我肯定不是群是不是 然后你就看了一个公司 这个后面其实就没必要去看了 然后反正这个东西要自己去理解吧 你觉得应该怎么打就怎么打吧 掐断了 第六局 叠这个局也挺有意思 也是我我打的 额 这你还最近很明显了嘛 那一号位应该就是个微博 叫做明显呢 反而这个点为就是现在比较典型的一个打法 就是我出来是大国我就撑到车了 我要不是大国嘛 我继续下一把 我下一把说明我还能撑到车 就这样 就我只为了玩这个游戏 我只为了撑车 我只要赢就可以了 输了吗 那我下一把我再再撑一下车 可能还有机会赢 你们数一下我到这局莫了多少个套子 这个人比我更有钱 他能丢两个套子 这个一号就很逗逼他就不练 首先你已经是卫国了 你肯定是卫国 这不用说的 你不管你量不量 他待会他该打你的他会打你 他为什么现在他不打你 是因为3号和7号他状态现在不是特别好 等他们状态好了之后他第一个打你 因为你是卫国之明的 他现在状态不好吧 那肯定说我低调一点就是 你看他排慢慢慢慢躲起来 你再慢慢慢慢气盘 这个很逗的 你已经是卫国了 你就别必要去残了 拿去杀一个逃跑的 他万一死个探紋金 跟探紋金也差不多 是个白马 你看这个恐龙的状态回起来 我就说你不打他们 他们待会战略打你 你还不直接出来打 然后现在被判揍了 你还要单偷了一下 你搞笑 然后没有发动扇子 这个针基是出来稿票的 这肯定是不能让他出来的 这肯定是不能让他出来的 你要打我吗 你拆我八卦 你不打我 你拆我八卦干嘛 就很喜欢拆他们 谁谁谁的八卦 你问题是你不打我啊 最先杀他 小看我逃人 逃这肯定是不能吃的 因为你是傅潮文 你现在属于傅潮文 你又 驱虎呗 少年 这不丢牌吗 因为你丢牌也不亏牌啊 你坏白掉一血 好吗 比如器 你 Shin 天命 哈哈哈哈啊 你 soap 也叫好吗 没脱口 我 你 有钱 这里是要用 就一定不要初杀 因为你这个桃子你是不吃的 你肯定是不吃的 然后待会可以用草花判一个草花 把那个武器和闪给溜了 无需废我 一兵一卒 这个寻觅的排差能力是不是杠杠的 这个寻觅的排差能力是不是杠杠的 不乃天命之子 这不要去摸牌 直接去偷那个马腾 偷一张剩一张 这不要去摸牌 直接去偷那个马腾 偷一张剩一张 我还能反馈到9 还是比较欧气啊 然后变成四个桃子了 这个真正是整齐划一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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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入到这吧 最后祝大家同事快乐 谢谢大家